整个北约国家以雇佣兵的方式 现在集结在比尔哥罗德州 今天我不知道大伙看不看新闻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是发射了无数枚 就是防空导弹 击毁了西方国家 就包括国家境内来的一些无人飞机 还有一些海马射火箭弹 今天一天整个比尔哥罗德州 想起了一天的防空警报 而且今天比尔哥罗德州 被俄罗斯拦截下来的导弹 和无人飞机多达上百个 懂得打个懂 就是现在你想想什么 这是什么行为啊 十个八个说明是挑衅 说明是恐怖袭击 就拦截上百枚炸弹 再加上无人飞机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已经奔着俄罗斯本土下手了 能明白啥意思不行吗 现在西方国家说过了 这次给俄罗斯的反攻 是震惊世界的 啥意思不行 就像我说的 你们还记得国家曾经说过一句话吗 我说俄罗斯打不打北约不知道 俄罗斯就是北约将来能不能主动打你 俄罗斯都是个谜 你想想国家说没说过这句话 我要没说过 我是大伙的 那时候老心 俄罗斯终结这场战争 俄罗斯将来得打北约 你记得有一天我说吗 我说就你俄罗斯打不打赢北约 最后人家北约能不能围绕你 这玩的不一定了 所以说我跟你讲 今天这一丑卧槽 比尔哥罗德太危险了 知道不行吗 老果路上说到了 太好吃了 没了 接下来又卖没了 晚上好 欢迎兄弟们 你们会觉得我 这个事你就默契起来没有完了吗 我告诉你什么 这不是默契起来没有完了 乌克兰 乌克兰对外宣布的是 我们今天发动了大小规模 一共是400次对俄罗斯的各种反攻 但是目前为止 我查了一天整个新闻 目前看 只有一次两次的反攻 算是对乌克兰比较有利 剩下基本上90% 乌克兰都以失败的方式 这种反攻全失败了 你会找我真假的 今天俄罗斯 俄罗斯早就有准备 就因为你妈的 你不是说这家反攻 那家反攻吗 俄罗斯一直没往巴赫木特集结部队 俄罗斯原先以10公里 20公里驻扎的一个什么旅啊 一个营啊 一个团啊 都没动 能明白的打个明白 导致乌克兰 就是好几百天 甚至上千天准备好的 要准备反攻这个俄罗斯的计划 各个地区的计划全都失败了 导致俄罗斯今天目前为止 消灭乌军达到一千五百多人 在阵地上缴获的乌克兰的武器装备 多达上千 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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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舰 懂得打个懂 就说白了 就今天这一天啊 对俄罗斯的各种 他妈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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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攻 没有办法 反而形成了到什么的 自杀 就是这边打 那边被俄罗斯这一顿打呀 大懵了 但是目前为止 现在就是主要迹象就是表明 乌克兰的反攻并不代表在乌克兰发表反攻 发动反攻 而是对俄罗斯的本土 现在目前为止呢 俄罗斯今天包括那个烧伊古 又频频的来到前线 给一些士兵搬一些什么卷章 勋章 而且今天这个叫比尔格勒德 这个州长已经自电普京了 说不行了 我现在已经发现了 发现什么呢 发现现在在我们边境 美西方国家联军已经是蠢蠢欲动 马上要踏过我边境了 这一公里白俄罗斯也发现了 白俄罗斯也发现了 说这西方部队以演习的方式 挂挂挂十公里 二十公里往我们边境推进 你们懂得打个懂 什么意思 就是以前他们两个军队 得有个几十公里的缓冲区 你比方说波兰 跟俄罗斯的 跟白俄罗斯的边境 原先锁定在八十公里 一百公里 现在每天波兰 以天天往前推进 五公里 十公里 八公里的这个速度 再扩大 再缩小 白俄罗斯与波兰之间的 边境的缓冲地区 这个事件就非常危险 而且白俄罗斯 今天对外公共抓获了 将近三十名 美西方国家 派到白俄罗斯 即将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 一些恐怖主义 而且抓起来之后 美国又说了 这是我们的记者 法国说这是我们记者 那国家说 那是我们的记者 他们都以记者的方式 现在在往白俄罗斯 和俄罗斯国家 渗透一些恐怖势力 懂得打个懂 就现在目前为止 有些老管 那你说这个俄乌 现在这不打完了 那不打烂套了吗 我告诉你 包括韩国 已经把韩国那坦克 叫什么名字了 韩国坦克生产线 和装甲车的生产线 已经今天就是官宣了 我们那坦克生产线 直接运往波兰 在波兰所生产的所有武器 愿意给谁 对K2 愿意给谁 愿意卖谁 那是波兰的事 跟我没关系 我们跟波兰就是军事合作 所以说我们对外宣布 就你俄罗斯将来印定说 这些武器是来着我们韩国 我还不印了你 懂得打个懂 能明白兄弟们 说白了 他把武器送到波兰生产了 回首波兰再给乌克兰提供 韩国这么说的 跟我没关系 兄弟们 这不拿他们俄罗斯 得有几个国家直接边地开花 你会知道我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们讲 俄罗斯在一夜之间 他从原先的北约 移俄罗斯的边界 边界的领土 领土的距离和面积 一夜之间翻倍了 什么意思呢 随着芬兰加入北约 他跟北约的领土面积 一夜之间增加了1300平方公里 你刚刚我来 这对俄罗斯来讲 这不是威胁吗 你最开始打乌克兰那时候 你就说我打乌克兰 主要就是不想要乌克兰东扩 这回直接扩到你家眼皮底下了 这回我跟你讲 俄罗斯今天直接就说了 今天那俄罗斯的一个国防部 一个国防部发言人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告诉你们 北约现在目前为止 已经东扩到我们 这个叫芬兰边境了 芬兰离我们是1300几十平方公里 目前为止我们掌握的是 乌克兰也好 还是美国也好 目前为止 没往这个芬兰部一些什么 对我们俄罗斯目前为止 造成重创和威慑的一些武器 一旦要是布了 我们不是做一些什么对抗的准备 我们是直接摧毁 你们会觉得 老我他这话说出去了 将来有一天 如果美国真就在芬兰部署武器了 俄罗斯能不能打 这回可不是吹牛逼 这回要是美西方国家 真就把军事基地 或者是一些坦克大炮 还有关系一些 能打到俄罗斯境内的弹道导弹 包括一些核武器部署 俄罗斯是必干的 你会觉得老我为什么 我告诉你兄弟们 这牛逼可不是吹的 你现在目前你就吹说的 你要是敢打杆 敢芬兰部什么武器 我那边直接就打击你 回首应该震步了 你连事都没有 我告诉你兄弟们 那你可真是纯纯的一点底线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说目前为止看 俄罗斯跟这个芬兰 就像我说的 芬兰到底加入进去是好是坏 谁也不敢说了 现在有的说老我那芬兰到底 敢不敢布这个 这个美西方国家的一些什么 居士基地或者是给提供一些什么安装一些什么弹道导弹 瞄准这个萨德系统或者瞄准一些什么 关于到能打击到俄罗斯本土的一些设施 能不能呢 我跟你说实话 兄弟你们想想来 如果芬兰你加入北约 而美国在让你加入进来之后 你鸡毛作用不起 让你进来干啥呀 你让你进来就是为了拖累我们 我让你们加个啥呀 所以说我因为它是必得布的 美国让它进就是因为它跟俄罗斯的缓冲地带特别近 它跟俄罗斯的边界区域能达到一千三百多公里 这是美国最愿意让它进的主要原因 所以说你说利用你让你进来之后 就利用你这个地区好布一些能够轻轻松松打到俄罗斯本土的一些武器 最后你加入进去之后你不要我布 我他妈让你进我不该你的吗 所以说他必布 他要是逼往里布了 那俄罗斯必打 导致现在别说俄乌冲突升级 就将来北约跟俄罗斯现在目前干事必干了 你们会想过我不信 他们都杠到这块了